2020花年偶戏文化节掌中戏代代传 1号上午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开幕了 吉安相公所特别与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西田社传统剧场合作 把荧光幕前的金光布袋戏搬进浩克艺术村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到传统艺术 展出了包括史艳文等63尊的戏偶 还有传统戏台精产呈现 展期只有到11月30号 欢迎湘青要把握机会 游书珍表示文化要传承艺文要延伸 相公所携手在地艺文能量 让文化延续发扬 他感谢东海岸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杨龙祥以及西田社传统剧场主演 黄明龙老师将典藏戏友 以及珍贵文物陈列展出 相信民众走进浩克艺术村 吉野馆能够回忆起过去 同时也能够了解掌中剧百年发展的脉络 我们向下扎根 开启的是我们长辈 过去在年代久远之前的 一些深刻幸福的记忆内容 也要开启我们向下扎根 现代学子来学习 知道我们古艺术文化的 传承的历史的背景 谢谢我们来协力 一起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展出这样的精彩的活动 我们有相传的一个藕具的呈现 每一尊的藕具身上都有非常经典的 金丝线跟我们的绣工 来展出过去的一个绣工文化跟精致的 这样的一个手工艺 在我们的布袋戏的戏台 也有我们过去里面 非常精致的木雕工具的这样一个展览 我相信走一趟浩克艺术村会让大家收获满满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藕具文化 代代相传的呈现 让我们的长辈唤起了幸福的记忆 让我们的孩子来吸收我们过去古文物 跟我们艺文传承的历史的一个学习 西田社传统剧场主演黄明龙老师 带着儿子 以实际的行动推动传统戏曲 让文化代代相传 他说布袋戏能够唤起赤子之心 透过戏友传达浩克文化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代代相传下的手感温度 我刚才说过你听了 水带记忆养公平均跟历史 这就是因为人 外就是我们多大后面穿机会 全中国话 这就是台湾话是同一个语气 所以把这个声音听了 这个声音跟修学不可以说 不传不伽 所以我常常在讲 布袋戏是什么 布袋戏就会唤醒你心里面那个孩子 每个人都有那个赤子之心 那布袋戏就会唤醒你的赤子之心 你一旦有这个赤子之心 你不会做坏事 你不会做太大事 虽然说看起来都流的 不太感性也不能刷牙 所以看起来都流的 大家都放心 都在想朋友来一定有好处 儿子黄轩昊说 有感于看戏的民众逐渐被稀释 希望能够传承爸爸对布袋戏的热忱 用布袋戏方式演绎 并且推广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议题 让更多人喜欢看 也会愿意接触传统戏曲文化 记者林杰吉安香采访报道 Od Ventures Od Ventures Qeid